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终于发了虎年第一张自拍 引发网友热议 王一博终于发了虎年第一张自拍 引发网友热议 是的 终于蹲到王一博自拍了 没错 地球人都知道 王一博发自拍,已经从季度变年度 2021年的唯一自拍 就是在大年初一诞生的 既然平时不怕自拍 今年是虎年第一天 总可以蹲到王一博自拍了呗 于是不少粉丝都在微博上喊话 王一博快发自拍 结果我们的王自拍很贵 一博还真的回应了 发了一张这样的自拍 给大家拜年 这张自拍还真的很自拍 随后也是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热评第一绝对是很多人的心声 那就是 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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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点都看不见 是他 什么 王一博发自拍 先尖叫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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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结果下一句立马就是 一点都看不见 哈哈哈哈 tan 这次拍真的是绝了 既然看不到郑主的脸 那就看看非受发的贺岁图来解解禅 最后 梁朝伟和王一博主演的电影《无名》 也开始有第一波宣导片了 这部片聚焦了波绝云鬼的隐蔽战线 讲述了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 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 而在公开的电影院导片中 王一博操了满嘴上海话骂人 果然是具抛脸 完全和平时的他不一样啊